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肉肉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下這個Project Triangle Strategy 前幾天有做這個介紹的影片 在這個任天堂的直面會的時候有公佈這個遊戲 也是之前八方旅人 奇路旅人這兩個遊戲的續作 但這一次是做一個SRPG的戰略型的戰棋遊戲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像素風我們是非常喜歡的 那上一次沒有介紹特別多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來好好的玩過體驗之後 再來分享給大家看這個遊戲到底迷人的地方在哪裡 那一開始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先來一個盲測 我們先沒有做任何太多的功課 我們就先直接玩 那玩過一波之後呢 我們再來實際的評測看看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的 可以看到一開始進來的這個介面 應該是可以選中文 喔 好 這裡 因為這個根據系統的設定 我們是中文的 選擇中文的 那它這邊看起來就已經是 直接就是中文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新遊戲吧 感謝下代本遊戲 本體驗版為 節選遊戲中期篇章的特製版本 劇情的方面是 由於從中間選的比較不容易理解 OK 戰鬥方面呢 是可以體驗的關卡有限 所以難度設為困難啊 好 那就讓我們來試試看它到底有多難吧 這個戰略型的遊戲呢 通常都是非常考驗就是 我要從哪個地方打 我的人物的攻擊的特色 魔法屬性啊 之類等等的 第六話 飛翔吧 我的思念 不過這次的目前看起來這個文字的中文的字體選擇 沒有想像中這麼的漂亮喔 麥克斯威爾格現在應該已經準備了船隻 現在只能等了 我看一下RPG的部分 本作除了劇情戰鬥以外 還有RPG的部分 嗯 還不錯 RPG可以自由探索地圖 聆聽人們談話 收集到繼續 確認能用的作戰的機關等等 若要結束RPG部分 繼續推進故事 請按下L鍵 現在這個地方看起來 就比較像是那個騎入八方旅人的那種感覺囉 就是 呃 在這個正式戰鬥之前 雙爪怎麼會落到這種下場 而且附近的啊 可惡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貝尼迪克特說過 我想市區那邊也有敵兵 對 麥克斯威爾格下來再開門吧 這應該 所以到時候應該會有 就是在這個RPG的地方 可以買一些補品啊 什麼之類的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頭上有驚嘆號應該就是劇情的走向喔 看一下這邊可以按加或有選單 可以看到單位的詳情 LR可以切換人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就是主角這些 然後左下手這邊有他的等級 跟他的職業生命然後各種數值 數值上看起來蠻多的喔 屬性有 這應該是火 冰 雷 風 把 風 雷這樣子 還有特技 特技詳情 還可以看一下 一次行動中可以執行兩次指令 但是只能移動一次 移動至高低差15以內的相連格子 哇 好多人喔 到了中場 八級看起來 看起來不是很高 可是現在已經是第六話了 駐紮鎖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看一下駐紮鎖的功能是可以買到具獲得絕技 喔 好 交換鎖 我這邊看一下可以買回復完 回復要完也可以買到 但是他沒有寫說 威力2050應該是就是回復的量吧 可以看到他這裡有一個價格 看起來很像他的金錢 可是左邊那個很像花的那個就不知道是什麼 呃他都說寫的有點難了 那不然就 呃買個兩個 大的買個兩個 保險一下好了 一個好了 留下250塊 按L就可以離開駐紮鎖 選單 還可以看到持有物品 好 教學是怎麼樣 喔就是到目前進度為止 他會告訴你現在有什麼樣的東西 設定裡面好像沒有辦法設定 我要他講日文或是什麼的 好 那 好像可以前進囉 只有我們能保護羅蘭王子 眼下這狀況該怎麼辦 情況緊急的話你就一個人逃走吧 我們要團結 無論如何一定要讓羅蘭大人逃出去 好選二 不愧是身為三巨頭之手的 若何德加當家 瑟雷諾亞大人說的沒錯 你們這句話安心許多啦 好 本作有信念值 玩家的各種選擇與行動會提升該數值 共分為Benefit Moral 跟Freedom 啊遊戲都沒有辦法看 玩家的價值觀會構成色雷諾亞的信念 認同其信念的夥伴會加入隊伍中 喔 那看來就是 呃 看來這應該是一個蠻重要的一件事囉 好 這邊應該結束探索了 我們可以準備進去了 畫一下主線劇情 欸 看來他剛幫我們弄了一個主線劇情跟一個支線劇情喔 喔 C 拉近 拉遠 OK 那我們先來打個主線吧 追兵步步推進 推逼瑟雷諾亞等人 生性者槍聖麥克斯威爾等待他 安排逃離此處的船隻 來打 好的 經過了一番的劇情之後 終於進到了戰鬥的畫面啦 來看一下戰鬥的基礎有四個提示喔 在本作的戰鬥中 站位與行動順序十分重要 站位就是從高速或敵人的被用發動攻擊 可以造成更大的傷害 行動順序各單位會按照速度依序行動 行動順序會顯示在下方的行動條 確認我方成員的特技與行動順序 決定初級成員的配技吧 在本作的戰鬥中站位與 喔 我已經看過了 OK 好 我看一下單位配置 呃 勝利條件就是佔領吊橋 敗北條件是羅蘭屬王 好 看來天氣跟風都會有影響 呃 單位配置 所以我可以選擇這個人在這裡 喔 他都已經幫我配好了 就是這個 橘色的框看起來應該是 好 可以交換 羅蘭 看來羅蘭就是主角喔 不能死的 好 然後駐紮所應該就是剛剛去的那個地方教學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個畫面真的是不得不說精美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精美的感覺 就是帶有真實的 你看這個海面的波浪的反光也很漂亮 然後這個2D的風格做得也很好 通過吊橋的門緊緊的關著 得再次打開那道門才行 有附近有一個方法 離開我的侵入者們 好的 從這座吊橋搭船逃跑 為了安全上船請擊倒範圍內所有敵人 好的 將單位移到那邊就可以開門 真的很久沒有玩這種戰略型SRPG的那種感覺 移動我方成員時會出現紫色的區塊 該區塊即為敵人攻擊所即的範圍 若是進入可以在下一個回合 若是進入敵人在下一回合整 喔 我懂你意思 喔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呃 我看一下如果我按B 他就會移到現在可操作的人 那下一個就是敵人嘛 現在安娜 哇 每個人都長得有點像欸 好 安娜先 呃 按X應該就是結束他的行動 按Y可以看到他的資料 按A就是決定他 要做什麼這樣 行動 我看一下喔 喔 我知道 移到他的時候其實就可以開始走路了喔 我這範圍就是這裡會被敵人打的 阿他是什麼樣子的 他是什麼職業啊 看一下 他是密探 那應該不太適合走太沉面了 到這裡好了 呃 對敵人隱蔽 隱藏風靈兩回合 發動攻擊或站在敵人正面一格會解除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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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定 然後要 就到這裡要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我要他走到這裡 就結束一動就按X 然後他就會移動 然後我還可以選擇他要面向哪一個地方 他是面向前方嗎 敵人來了 要勝利 喔 所以 他的行動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玩炎龍十四團的SRPG 他是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要決定誰先移動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五色是會進入到敵人的攻擊範圍 進入到誰的攻擊 我看一下 喔 他可以來攻擊我 槍騎士的攻擊 一般來講騎士應該都會有三格的攻擊 我來看 阿真的沒錯 兩段圖刺就只有一格 好我們先來攻擊一下 喔沒有特別的戰鬥畫面 這一個是赤猴 赤猴的攻擊有什麼特別的嗎 看一下 赤猴 喔赤猴他是弓箭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讓他在原地 就進行攻擊了 黑暗箭 喔還可以再攻擊一次嗎 喔不行 好 戰術師 戰術師喔 戰術師 看一下這是什麼 只是我方一名成員的物防提升 對一名造成物理傷害 喔看來這個是 他是輔助型的法師喔 補助型的法師的話 那我移到這 我先提升他的物防跟魔防好了 提升 他這個是87 114 114 114 欸不會提升啊 提升他的 鋼硬無錫 這是 戰術師 戰術師 是 他都會有一個經驗值 看他的經驗值是 給跟野龍騎士團那種 一樣就是 是會 結尾刀的 戰術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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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用盾的 那個欸 喔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現在站在這個高的地方 打趴是 攻擊力大概是 20左右 那如果我在他面前的話呢 也是 20 但是命中率會降低 那我們還是 走到上面去好了 看來他是防禦肉盾型 學者 學者可以幹嘛 學者有什麼法術 喔學者是用魔法的 學者是用魔法的 好 那 當然要 喔 剛好打到他 兵避魔法 會打到自己人嗎 應該不會了 喔兵避魔法是在他左右 蓋起一個 喔我剛忘記看那個介紹啦 兵避魔法 喔原來 啊這個是什麼 魔術師喔 魔術師應該是用魔法的吧 看一下 自動發動 喔 喔 喔 岩脊 魔法 射程範圍是四格 一二三四 那我比較走近一點 走到這裡 可是這裡敵人比較多耶 我還是走到這裡吧 欸為什麼不能用 威力 欸 欸 敵人不在範圍內嗎 欸 為什麼不行 喔他有兩顆星星 喔 啊 這個跟那個八方女人一樣 他那個回合 如果你有用魔法的話 他應該是會 就是擠那個 所以如果你 你最好就是 不要用 然後他下一回合應該就會 BOOST 你的命令 暈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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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暈量很低耶 應該是到這裡 然後隱身 還可以再次行動喔 喔 對他剛才說只能移動一次嘛 好 行動結束 喔 喔 槍騎士只能打直的 或橫的 所以 我到這裡 喔 時間去飛 這個 赤猴 赤猴是空箭手 空箭手 把它夠圓 所以 應該可以 戰到 結果為止打他 黑暗箭 喔是飛的耶 為什麼大家的攻擊都不能夠 戰術師 提升力量跟魔力 那当然是提升战士啊 我还可以移动 我可以移动耶 算了不要冒然移动 我们走到这个的后面来打他 不行 到这里好了 黑暗也是一种属性 啊糟糕 哇他绕到我后面打我了 我没打到 好险 好按住R也可以让整个 它变快乐大家觉得很慢 哇糟糕后方来源了 I shall do what I can 我看一下聊树心 应该可以治疗一下 回复魔法 加速 你有我的感谢 回复行动 面向对手 然后我们该到这里来 出啊对了 战队可以打他 哇塞 哇塞从后面打伤害这么高哦 背后攻击成功 然后就又在追击耶 好赞哦 我看 被打倒的敌人有时会掉落宝物袋 我方成员于掉落位置 结束行动可以拿取 战略结束后可以作为战利品 哦好 从后方攻击他 沉睡 睡吧 声音效 再一次 我们可以赢了 背后攻击就会在追加前面的包 包抄的追击 啊 不在面 啊 有这个感情 下 冰之水冰壁魔法 冰冻魔法 冰壁魔法 哦 了解 马斯先退到这边去了 这感觉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用键盘玩好像会比较好玩 破敌 破敌 看来正面 看来真的是战略的 就是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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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怎么说 要通明点 可能不能都只在上面的啊 上面攻击 我们赢了 哇 前后就可以追击 好赞哦 我战斗 我术师 演技 赞 哦太好了 三个都打到 魔法的特效做得不错 我喜欢 哇 他过来会不会给我拳后追击 真的会 不要吧 罗兰死了 结果我竟然让最重要的角色死掉了 谢 他只是拧眼看 viruses 我们现在就会拖着 罗兰死了 没有 不错 你们 你们 那就不错 哪里 有什么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